昨天我推特上发 我说今天想聊聊这个 孩子要不要到国外受教育这话题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个作业留的 让孩子写作文 然后它目的是什么 这作文主题思想是劝导父母 给自己生个弟弟和妹妹 这事反正大家都知道 很可笑 对吧 为什么这样呢 就因为再下一条韭菜没了 太少了 对吧 你得让人生 对不对 虽然您是说当时有人口调查 说是我人口没毛病特别好 是吧 但是您也知道这都是瞎扯 对吧 他肯定出大毛病了 他才会用这种方式 这已经不择手段了 但是您知道这件事最可怕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它原来计划生育或者是鼓励这个或者是开放二胎或者三胎这是管您成人的这个生殖系统你知道吧但是呢现在他能够干嘛呢他是用孩子绑架孩子来干这事 所以呢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想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您会发现您在国内 就是哪怕是这样的事情 哪怕是这样的事情 他都开始在绑架孩子 您说这扯不扯 对吧 那孩子挺无辜的 说那出来读书好不好 那有这条件 我先前提这是说啊 您有这条件您就听我瞎聊两句 或者您努力能够着这条件 您听我也瞎聊两句 说完全没可能呢 您不听也就罢了啊 这个无所谓 有一个当时我说呀 说这话题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 说我follow你呀十年了 小十年了 我都能知道你说什么 就是一定是说 连幼儿园都别在这个中国读 其实啊 这我还真从来不这么说这话 我为什么不这么说 这么这么说这话啊 是因为啊我从来都是认为啊 是初中以后再出国比较合适 但是呢最好不是说您上完大学了 到国外去读研究生 这个有一点点晚了 有一点点晚了 为什么我这么着说呢 我我给您详细说一下啊 就是呃就我所知就我所知 呃中国你再怎么样 在这个九年义务教育方面 九年义务教育方面 它有些东西是好的 这个基础的这个理科的东西 是好的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比大多数国家要好 这个能从我们的那个 在国际上年年轻这一辈里啊 就是说这个15岁以下的这个孩子 他能够在国际上什么数学啊 什么这东西得奖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这这是没有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说 把什么都都说不好 这个这个不是事实 这个是好的 所以呢 就是很多的孩子啊 就是呃就我所知啊 就我所知 那个出小时候出国 在这个至少在义务教育这个阶段 出了以后 其实比很多的这个 嗯同龄的 同龄的这个国外的孩子要好 知识要扎实 这个没问题 所以呢 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我说呀 这个您 如果说有条件 能让孩子出来 最好是什么时候出来 初中以后 国外呢 有一个特点 国外的教育呢 有个特点 比如日本吧 它是所谓的那种快乐教育 啊 它呢 在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 它很少做排名 它很少做排名 所以呢 如果你相来 您想考一个好的高中 对吧 您想考一个好的大学 其实日本的学生啊 没您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除非你放弃了 否则的话 补习班 我楼下 我楼下就好几个补习班 这边有学校吗 补习班 也非常累 但是呢 中国的孩子呢 在这方面呢 他教育比较好 来这边呢 呃 在基础知识方面 尤其是在理科的基础知识方面 相对而言 要轻松的多 要轻松的多 嗯 比他们程度要高一些 这个毫无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它差在什么地方啊 中国学生差在什么地方 差在呀 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说你比如说吧 给你给你一篇文章 让你一本书 让你去写读后感 没有标准答案的 你怎么写都是对的 你怎么写都是对的 或者是给你一个东西 让你做社会调查报告 让你找资料 自己做 这些东西国内现在也有 但是呢 跟国外比较起来 它的发展程度要差 为什么呢 是因为国内的这些东西 它需要一个标准答案 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案 你如果写差了 会出问题 所以呢 它往往这些方面 它给你的宽容度 自由度都不高 这些东西呢 但是呢 初中以后啊 初中以后出来 这一块短板 其实很容易补上 这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open的事情吧 对吧 你只要心态 你放开了以后 就没事 习惯几回 你就知道 它那个学习方式 和做研究的方式了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一直说的是 如果您有这个条件 对吧 您有这个条件 让孩子呢 是在初中毕业之后 到国外来读书 然后经过几年的 这个学习到岁数了 学的也够了 去考大学 正好又跟上 正好又跟上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完美的一个 一种模式 对吧 当然您说您 您就就信任 那个国内大学 这您就甭跟我交劲了 是吧 这个没问题 一点毛没有 您随便 那国内 那您去 那什么就 上国内大学就算了 那还有一位朋友啊 就问我另外一事 说 说出不来怎么办 怎么对抗这种绑架与洗脑 其实是这样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琢磨了一晚上 就是对于孩子的绑架与洗脑 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可言的 在国内 尤其是在公立学校 对吧 我听 我看了一眼 好像现在很多教材啊 都归宣传部门来给你编撰了 对吧 好多那个文科的这种教材 都是宣传部门来给你编撰 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这是这是一个 其实呢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政府 其实他都在培养自己未来的国民 不是说今天说中国政府是这样 美国政府也是这样 他但是重点是在哪 重点是啊 他培养的是什么 基础知识是一种 对吧 就是你说这个数理化这些东西 数理化这些东西是一种 另外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对吧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那种 你的那种专业 你的那种价值观 你就说三观嘛 对吧 都有这些东西 这个没问题 您认可国内的那个就没问题 但是呢 很多人呢 不认可 就想能不能把孩子掰过来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您 您作为家长 说句实话啊 可能在幼儿园里的是 在幼儿园的时候开始 您的权威性就不如老师 对吧 您的权威性就不如老师 那在其他的这些 这往下走的这种 呃 这种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它有无数种的方式 给你洗这个脑 对不对 那比如说吧 您说这个呃 教材是一回事 各种各样的活动是一回事 对吧 从小 您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我们我们怎么被吸引到 后来后来我们才能够是反应过来 比如说 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特别简单例子啊 就是 一直我们从小学的 叫大河有水小河满 然后 这句话你一直听着呀 对吧 你觉得这事 这事 这不是 很正常的事吗 对吧 你从小听的都是这种话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不是吧 我们就特别理解 就是什么完全 不符合科学 你所有大河都是小河 小河汇聚的 对不对 那怎么是大河有水小河满 是小河满了大河才能满了 对吧 就是还有一句话 对吧 你说那个有国财有家 我们小时候 这些话出来 你连想都不会想 比如说三年自身灾害 对吧 那 这它成为一个定语 定式 固定语序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受这种教育 只要到后来 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吐出去 再琢磨 细琢磨 才有今天 才有今天这个想法 那您怎么能够指望 您的孩子 对抗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你对抗不了 而且国内又不开这种基础逻辑课 也不开公民课 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起码还有一个叫 我们不叫政治课 我们有一个叫 叫什么法治的一个什么课 我们的老师很好 我们老师很好 给你讲法理 然后从那个 我学的一些很多法理 都是从那会儿学的 那会儿学的 但是呢 你碰上一个好老师 这没办法 现在他不讲 他不给你讲这个 您回来能干嘛呢 对吧 您回来能对抗这些东西吗 您对抗不了 您得上班 对吧 对吧 您得上班 不用那么句话吗 这个不要挑战 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 挑战别人吃饭的本事 他老师和学校 尤其是公立的 那是人家吃饭的本事 您呢 当父母养育孩子 可以 教育孩子 您是拿业余的 这个去挑战人家专业水准了 这肯定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呢 也不能够说呀 完全没有办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呀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有一个火种在 今天我们 您觉得我说的 有些时候有道理的 这种思维怎么来的 不光是出来在读书 这种原因 也不光是这个社会的教育 是从小啊 它有一些东西啊 它能够埋在那里 你现在你看着它说 就说白了就像那个 就像我们从小辈的诗词似的 你虽然说起来那东西 你不可能会写的 对吧 你不可能你现在去写这种古诗词 但是呢 你往往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能够理解它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原来一直举个例子 就是说小时候背那个诗啊 背完了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对不对 那那个东西只是背了 但我有一天我看到了 我真的是在那个南方看到那个烟雨楼台的时候 一下就明白这个诗是什么意思了 那你先让它有这个火种在里边埋着 你像我们当年是怎么是怎么埋着 一个是赶上何老师了 对吧 他教你的这个 他是叫法律常识 法律常识这个课 那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估计是没有了 这个法律常识这个课 然后呢 父母呢 多少呢 是知识分子 家里呢 有很多这个贤淑 有很多贤淑 这些东西呢 它能够塑造别人 塑造我往后的很多的东西 它就是埋下了一个小种子 这种子有可能会长起来的 这种子非常有可能会长起来 您知道吧 这个玩意儿才是您能干的事情 您完全对抗那个学校那个洗脑 您第一您做不到 第二会让您的孩子 陷入一种孤立 却有一种孤立 这个不好 这对孩子身心不一定是好事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呢 一旦说 因为孩子肯定是说漏 很肯定有说漏嘴的 您比如说 您把您的这个价值观 不管他认同不认同 他就跟别人去争论去 对吧 就凭现在国内的言量环境 给您举报都是都有可能的事 对不对 OK 对您孩子对您都不是这么好事 但是您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对于很多东西的爱好潜移默化的把逻辑交给他 把法律的常识交给他 让他自己去分析 他哪怕是哪怕是年轻的时候 他认不清这个东西 等他稍微大一点了 走到社会上 接触了社会的新闻 他就有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想起来 埋的这颗种子才是真正对抗洗脑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说您现在您就把所有的这些 您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掰开揉碎给他讲 首先他听不懂 您孩子太小听不懂 对吧 第二 他会造成他跟同龄人 以及跟他的整体环境格格不入 第三 有可能说漏了 遭到打击 打击报复 是不是 就是不要做这种事 不要做这种事 您唯一能够在目前孩子不出国读书的状态下 或者是孩子暂时不能出国读书的状态下 您能干的事情只有这件事 就是把种子埋下去 就是你的逻辑给它建立起来 让它知道什么是逻辑 怎么去用逻辑去思考 建立这个思考模式 对吧 法治 法治是什么东西 它的法理到底是怎么 怎么走的 对吧 这种东西给它搁进去 有这些东西打底子 你不怕 你就让它洗下吧 早晚您孩子 他能洗过这个劲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 好